讲到记录第五七篇《谈话记录》一,讲十,1941年2月25日,基督在比拉多面前的见证章弟兄问,提前六章十三节所说,基督向比拉多做的见证是指着什么? 尼弟兄答,基督受审时,向比拉多做的见证有两面,第一,他乃是神的儿子,第二,他乃是基督,是犹太人的王。犹太人定主的罪,是因为主自己承认他是神的儿子。 比拉多不定主的罪,因为虽然主说他自己是王,比拉多却以为主是说疯话,所以不去理他。 神的儿子是关乎宗教的问题,王乃是关乎政治的问题。 人问到主许多别的事情,主都一概不回答。 但一说到神的儿子与王的时候,主即刻就见证说,你说的是, 太二六六十四,二七十一,在约翰福音里,主还说到一件事,他说,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,我的臣仆必要征战。 约十八三十六,不属世界主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。 凡物会主所说这话的人,乃是在神祝福之外的人。 属字,按原文也可译为出于,不属世界意思就是不出于世界的。 不属世界这句话并不是说少与世人来往,少摸世界的事物,或者少用世界的东西。 主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,一级不是出于世界的,他的臣仆不必征战。 他的国若是出于世界的,他的臣仆就必须征战。 但他的国是出于神的,从上头来的,所以用不着征战,用不着血气的兵器。 在神的儿女中,有些人所知道的不过是外在物质的世界, 他们以为不属世界,就是说在物质的事情上小心一点,少用事物,少摸世界的事。 今天对于那些属世外面的罪恶和污秽,基督徒知道,去拒绝。 但是那些变相的属世,却常被基督徒所忽略。 许多的名词也许是从圣经来的,但在人身上所有的追根究底,却是从世界出来的。 许多所谓的美德、忍耐、谦卑等,我们若去推究其根底,就知道那些乃是由于世界,处于世界的。 为什么一个人要忍受别人的亏待呢? 因为你若不忍受,就会被人轻视。 为什么一个人向人装出好行为来呢? 因为恐怕被别人误会。 这些的行为都是出于世界的。 许多所谓的美德只是出于属世的顾忌。 戒 一个人若是在那里问,何为身体,何为天然生命,何为教诲? 这证明他乃是在黑暗中,灵里还没有的这光,还没有得着启示。 人喜欢对于各种真理,要有绝对清楚的定义和说法。 但是一个真摸着了属灵实际的人,就不会去问那些问题了,因为他灵里已经明白知道了。 就如同我不必去问尼拓生是谁,也不必花功夫去研究他,只要去问尼拓生,自己就都知道了。 一个人知道了教会,知道了身体,就不必去研究其定义,就不必再问什么了。 对于见证,也是如此。 一个人真知道我们今天的见证是什么,就不必要有什么定义。 属灵的事是很难有绝对的定义。 我们能讲说见证的真理,但那个见证的实际,却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启示。 讲到也是这样,若没有圣灵给你启示,给你看见一个东西,并且给你发表。 你所讲的不过是道理,知识,里头没有实际。 我常会受到一个大的试探,对于一个真理,需要靠着人的话来给人看见,给人知道,以为不必圣灵的引领就可以了。 若是这样,圣灵何必来呢? 所以,一个工人对于工作需要给圣灵留地位,无论是讲道或者帮助人解决属灵的难处,都要让圣灵有权柄,有地位,在人的灵里做工。 单去解决人思想上或是头脑里的难处是没有用的。 我们必须去解决人属灵的难处,而这个是非有圣灵的工作不可的。 有一段时候,我是很不佩服何寿恩姊妹的三个月避暑和每天下午两点钟的散步。 她问我,你想我只顾人的批评,而不顾神的旨意是可以的魔。 我听了这话,就为她担心,以为这是很危险的。 我心里想,你怎么可以自己说,你所要做的事都是神的旨意? 但是我也很清楚,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,她要一切出乎神的,她不随便做一件事,她总是清楚地寻求神的旨意。 一旦她清楚神的旨意,她就不管任何人的感觉、看法和批评。 自然,一个属肉体的人,在这里是没有地位的。 属肉体的人能说,至于我,无论教会、弟兄姊妹、天、地、神、父母,我都不怕。 这样的人,乃是完全在黑暗里的。 有一次和姊妹不接受一个教授,这人好像是得救的,的二百元。 并且写信去说明,因着你与不像基督教的大学有关系,所以我不能收用这笔钱。 我就以为她这样做太没有礼貌。 但是我告诉你,一个人敬畏神,她可能变得顶硬,也可能是顶谦卑的。 问题在于她是否敬畏神,是否清楚神的旨意。 圣经乃是世界上最特别的一本书,因为它能引起人误会的话太多了。 但是神不理这些,也不去加些注解。 史百科弟兄讲,一个钟头半的道,若是在家解释,声明,恐怖还要另加一个钟头半的才够。 但是她不这样做。 有一位中国有名的神学院里的教授对我说,有一位青年神学生很属灵。 我就问她是怎么样属灵呢? 她说,在她新婚的头一年中,她回家后没有与她的妻子说过一句话。 我就想,若是我做彼得站在天堂门口,假如彼得真是站在天堂门口的话, 看见这样的人来,我就不让他进来,叫他先回去与妻子说话,然后才可以进来。 这样的人绝不是属灵的。 属灵不是叫一个人从此不做人了。 属灵乃是里头有圣灵的权柄,有圣灵的地位,有圣灵的彰显。 今天人对于属世这个词的看法太低了。 基督的见证乃是,它不是出于世界的。 约十八三十六,原文。 这意思是,一切源头出自世界的都不是,不管外面多属灵。 不属是意思,不是不用事物,不理事事,不属是乃是指源头不是出于世界的。 这把一切人的努力,人的修行,人的善行,人的美德,凡是不出于圣灵的,都关在门外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。